DIR.TS這個可以跳過 那下面的清單就是我要的嘛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有這個清單了 那其實我要把它全部讀進來應該就ok了 好第一步喔 第二步的話我程式 我先demo給各位看 那如果我這一步的話 那我就把它什麼 寫把它怎麼樣先F等於open 把它讀進來 有沒有用R模式 讀到哪裡呢 Readerize 讀到我們這個 這個list1裡面好了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讀進好了 假設底下 這邊我先 註解下面 我先把它讀進來看一下 我把它print print什麼呢 print這個裡面的東西看看 ok把它print 看看裡面清單是否ok 有了 不過我需要避開這個 從 這個0嘛 從1開始 但後面好像會多這個啦 但你可以把它strip 所以呢接下來的話呢 我已經讀到了這些檔名 然後避開第一個 就是0嘛 所以我後面可以寫一個回圈 寫什麼回圈呢 for i in range 這個底下 我寫一個 這個把它註解掉 for i in range 從1開始 到最後一個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總長度啦 總共比如說 他有25個檔案 25個加di 26個 然後他理論上 這裡面應該會放0到25 所以最後26 所以跑到25就停下來 1到25 剛剛好就是三重到最後一個 然後是風源吧 然後呢我可以怎麼樣 先給一個p 這個p的就是串路徑的 這個p的話呢 就是把我這一個的檔名 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特別注意 所以我還是一樣習慣就是把路徑點上面這邊用複製的 不過你剛剛如果用canman 你可能要back 再跑一次 再點一下 這樣ok 複製之後呢 再把我貼到這一串這邊來 這邊貼上 另外特別注意 貼上之後的話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有多一個根目錄 這個根目錄這個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這個根目錄的話 他變成說他少一個 他直接串那個檔名 目錄 後面一定要有個根目錄 下面的東西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要 串 你要那個 之前我們用r啦 不過因為這邊有一個串接符號 你就不能直接用r 你這邊只能用什麼 要不就是反斜線兩個 要不就是正斜線一個 這個可能自己再把它架一下 這邊就不能用r了 ok 然後這邊的話可能要架一下 也就是說呢 那我for i in range 從第一個到 那個最後一個 然後呢 分別怎麼樣把它打開 所以 分別抓到第一個的檔名 跟副檔名 後面會有一個那個什麼 換行符號把它去掉 所以我就得到第一個 H三重 那做什麼呢 幫我f等於open 把這個路徑放過來p 所以其實這等於多一行 等於這個地方是串接我的路徑 放在這裡 模式是r ok 第二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裡面東西全部讀取 我們前面加 交過那個read line 是讀一行 read line是讀很多行放一個串列 但是如果你是要把所有東西讀到一個 所有的東西讀到一個串一個字串的話 記得還有第三個 叫read 不用lite也不用lize read是什麼 全部讀 讀到一個什麼 讀到一個 一個字串喔 ok 讀到一個字串喔 那所以把這個東西讀到一個c裡面 接下來最後要寫出去 寫怎麼寫出去 特別注意喔 寫的話一樣喔 就是我這邊多一個fw的 物件變數 然後呢open 後面一樣open喔 所以跟讀跟寫一樣 跟他講說呢 我要寫到哪裡去 寫到一樣c底下的download 全程郵局地址 後面我多一個 一個檔名叫做 o 副檔名叫.txt 這個是自己取的名稱 也就是我寫到 我的根目底下 ok 然後面記得 把它用a模式喔 剛剛是r嘛 現在用a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後面如果要寫出去的話 記得什麼fw 這邊注意喔 點什麼呢 點後面加一個write 把它寫出去 那寫什麼東西呢 你告訴他 幫我把讀到的這些東西 幫我寫出去 打個c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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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